全油管最快新闻,今日,成都游客冯女士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因购买鞋套价格问题与商铺老板娘停车场保安发生争执。 其丈夫遭到五六名陌生男子围殴,美股猎伤,眼球出血。 事发现场,有人身着疑似警服的制服。 警方已对打人者刑拘,并查处非法穿着警服的行为。 相关人员均有前科,其中两人还被处以行政拘留及罚款。 受害游客家属表示,当地文旅局已道歉,并探望受伤游客。 受伤游客一家决定提前结束旅行。 事发警区表示不知情,停车场保安系打人者。 警方将严查此案,维护受害人权益。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